好,那我也是 什麼意思? 我們要是講說大家五萬 五萬五萬,可以五萬的 好 今年的7-11跟班基會真的是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小豬跟羅媽 一起來擔任我們的愛心大使 是不是一分簡單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初怎麼會要擔任這個愛心大演 尤其是秦云比 你知道要開演唱會了 因為我覺得 這樣的一件這麼好的事 我覺得應該 第一時間就要第一行進去 去宣傳這些事情 那媽媽也是一個很熱愛 作弘的一個我期望 其實這種活動真的非常有意義 那麼我也非常 很有興趣去參與 各種公益活動 例如這種 其實 這個活動的主題其實跟我們家 也有關係啊 因為當初媽媽也是因為 剛才多吃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讓更多更多的朋友 我們可以跟表演自己看 上個禮拜啊 這個小豬跟媽媽 才去做健康檢查 在粉絲專頁上面都有看到 一切都好吧 好的不得了 好的不得了 好的應該會有人沒有來 你知道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嗎 羅媽 聽說羅爸走了之後 有人是怎麼樣都不想去做健康檢查 因為會怕是不是 都是誰勸你啦 我兒子啦 還有啊 你都是怎麼勸媽媽要做檢查的 提早發現提早治療 因為其實在我們當時的那個時候 家境沒有說很好 然後也不懂得在第一時間去做更精密的檢測 跟檢查 所以得知道爸爸有肝病的時候 我們以為會沒事 可是不知道隔了10年之後 他的病就開始發作了 所以這中間沒有定期的追診 就沒有定期就對了 那之後 每個人都是因為學習到了才會懂得去做 那我想要趁現在 大家還可以去珍惜的時候趕快去做 而不是等到失去之後才懂得珍惜 所以現在呢 這個小豬跟羅媽媽 都會固定的來做健康檢查 而且啊 這個我覺得很棒 剛剛影片當中有沒有看到就是說 呼籲大家其實是十塊錢 一塊錢 我們也要好好的珍惜 因為小豬小時候家裡面 其實也是比較辛苦的 對對對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幸福的一面 當然啊 經過努力呢 生活也會改善 例如現在我們的醫療設備 真的會很高 很棒 所以呢 我希望說 根部人的人 或者設備的人 尽早發現 尽早治療 對自己也很好 對家裡 家裡的人都可以幫助的很好 讓家裡的人放心 OK的 嗯 好而且羅媽媽呢 平常就很這個 關心公益喔 聽說 欸 基隆的身邊 原本都會去尋一尋 都會去尋一尋 看一下那個 林前燒 現在還有沒有錢 沒有 我常常會去給人家看一看 你這樣聊啊 你這樣聊啊 他們就這樣會講說 我今天我會有 我有 我會 我會有什麼 什麼金金錢的香車 都擺在這裡喔 所以喔 有任何啦 金石費不限少啦 金錢費不嫌多啦 其實金錢越多越好 可以就 救出幫忙 可能需要幫忙的干顧人 是 而且聽說你在捐的時候 是用誰的名義捐的 你自己說羅志祥 為什麼呢 啊 因為他是代言人 我也是父代言人 沒有 你是代言人 我是父代言人 你是代言人 你看你照片比我大 沒有 他是比我寬 他照片比我寬 我只是一個高而已 他比我寬 嗯 咋嘛就不要起笑喔 咋嘛就不要起笑 不要起笑了啦 好 這個在拍攝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母子倆的感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 我在最後呢 我是不是也可以進 嗯 因為 其實 如果你仔細Google一下資料 你會發現 其實小豬 你有對媒體說過這些話 其實在 嗯 羅爸爸 剛才過世的時候 羅爸爸只有五十歲 很年輕 齁 小豬那時候也才二十五歲 現在過了十年 那時候才二十三 三 二十二三歲 嗯 二三歲 所以 二十五 所以過了十年喔 小豬 幫媽媽的健康照顧得很好 對 然後呢 他自己的演藝事業也如日中天 不只在台灣很紅 在大陸更紅 所以在這個時刻 十年了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特別的跟羅爸爸說 想要跟他表明一下這十年來 應該也是常在夜深人氣的時候會想到他 嗯 沒有沒有沒有 我太尷尬 沒事 我爸都知道我現在跟媽媽都不錯 這是最開心的一件事 對 我希望他如果是這邊呢 真的有看得到我們福祉的 兒子也把媽媽照顧得這麼健康也很不錯 也很開心 我覺得人生呢 有更開心的心 有上人的心 我覺得生活會更好 嗯 而且這次拍攝公立廣告大家有發現嗎 來來來看他懂了 兩位啊 在胸前都帶上了當年羅爸爸送給他們的 他在胸前送給我 送給我 然後我再送給他媽媽 羅爸爸送給小豬 小豬再送給我媽媽 全家人都要一樣 對 帶上這個拍公立廣告 也是要特別的代表羅爸爸 敬禮爸爸存在 對 OK 好 好 真的是非常的謝謝小豬 以及羅爸爸 我們再次給他們熱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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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媽媽說的 一百元不嫌少 一千元不嫌多 希望大家一起來發揮愛心 即日起 就是7月1號了 大家就可以到這邊等等去投下禮前 支持幹機會 支持救救幹苦人